《海贼王》,陆飞背后的五个秘密,它象征的动物居然是猴子。 《海贼王》是自1999年起连载的日本动漫,自开播以来受到网友的强烈喜爱,动漫中的人物性格鲜活,形象活跃,成为了不少漫迷心中的动漫佳作。 但是即使有很多知识光是追了20年漫画的小伙伴可能也未必知道,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主人公陆飞身上的故事吧。 首先,陆飞的家境非常不一般,可以说是家底凶厚,而她的身世也绝不普通。 陆飞爸爸是革命军首领蒙奇蒂多拉格,传言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之一,与此同时陆飞的祖父确实蒙奇迪卡普,也就是海军本部中出了名的英雄。 也就是说陆飞的祖祖先先都不是普通人,也就注定了陆飞的命运不简单。 其次再说陆飞的名字。 陆飞的英文名字为Monkey Lee Luffy。 其中陆飞是非常不简单的身份,动画中表示陆飞是连天龙人都惧怕的存在,同样,联想世界政府中有非常多与利益有关的人,可想陆飞的身份必然有助天大的秘密。 而名字中Monkey的意思表明陆飞的代表动物是猿猴。 可能有同学还不知道吧,海贼王中许多人物都有自己的代表动物,比如索隆是猛虎,山市是羚羊等。 在这说陆飞的身高,往上流传了两个版本,一个是172厘米,一个是174厘米,而且大家都喜欢把纳美和陆飞进行对比,毕竟纳美是身高170标准身材。 无论陆飞是哪种身高,在草帽海贼团里都属于偏低了,毕竟大家动不动就180以上了,陆飞在里边显得豪迈啊,如果是现实生活中,说不定还是可以接受的。 然后是陆飞身上的味道,这可是草帽海贼团中的小可爱乔巴判断出来的。 陆飞身上的味道是肉的味道,陆飞向来积极乐观,生性喜欢冒险,享受一路闯荡的过程。 因为他最喜欢吃肉,可以说是无肉不欢,所以网友猜测这也许是他味道的来源吧。 不过网上还有一种猜测,认为陆飞毕竟是橡胶人,或许他的身上是一股橡胶味吧。 最后我们来讨论陆飞的弱点。 虽然陆飞是海贼王的主人公,从小吃下橡胶果实,全身具有橡胶体质,可以无限伸长和收缩,在战斗中也表现十分出色。 但陆飞也并非无敌,而是有助非常多的弱点。 海水和海猫石是公认的果实能力者害怕的东西,陆飞也毫不例外,接触海水的陆飞会变得没有力气,无法使用果实能力,然后是斩机,毕竟陆飞是橡胶做的,各种斩之类的攻击对他都是非常不利的。 最后是一个物理弱点,就是橡胶都有弹性限度,即使陆飞会延伸,但也并非无限,一旦达到某个程度,他的身体也会断的。 以上就是小编从网上搜集来的关于陆飞的几点小知识了,不知道正在看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吗? 如果知道就当是复习,不知道的就当是插楼不缺了,好了,我们下期再见,或者你还知道那些海贼王的小秘密,请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吧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,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